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配上四周神域卡 心灵圆形卡 字卡 还有签文 总共有三个选项都是不一样的食品 对于这次主题凭着目前的直觉 心中想着问不得他 当下的你 最被哪个选项的美食吸引你呢 选好了的话 可以直接点击一下请准备好了的时间走 这次要找的主题是 她到底在想什么哦 哈喽 给选到第一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次要找的主题是 她在想什么呢 收神域牌卡一起来看 你要问的这个她到底在想什么 抽一张主题牌卡 给选到第一组的你看一下 目前这个人 她到底在想些什么呢 哈喽 以主题牌卡来看 她在想着宽宿原谅 她想继续的跟你有一个来往哦 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又或者恋人 想保护跟你之间的这一份爱 这一份感情 到现在好伤心难过 给选到第一组 她在想什么呢 如果你在生她的气 她很渴望着你能够原谅她 希望你狂宏大量的 原谅她多一次 她真的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哦 或者是 她已经选择了原谅你 她宁愿原谅你 也不想要失去你 这个人 她想好好的 呵护保护你们之间 这个感情 因为呢 她发现没有你 她是不行的 她在哭泣哦 她不想失去你 看塔罗怎么说 她在想什么呢 可以选到第一组 一起来看 她还在想着 有什么她可以做的 有什么她可以为你付出的呢 她可以给你什么呢 她真的很想要维持你们之间的和谐感哦 如果可以令你原谅她 要她付出什么她都愿意 最终要能够维持你们之间和睦 开心快乐的那个感情 她觉得 你就是那个给她动力活下去的人 对这个感情她真的很看重 只有你在她的日子才是光亮的 你是她的阳光 你是那个给她生命力的人 她需要你 但她可能就是没有那么明显地说出来 藏在心底 每天都期盼着有一天你能够气消 有一天你们可以就是破镜重圆 再看 她的日子过得很无聊无趣 她每天都浪费时间去等你 盼你 想你 呆呆的 过每一天 没有你的日子 她什么都不想做 对其他事情都失去了动力 因为她太过地把你放在心上了 再多一张 她真的很伤心 难过 保健三 美学到底祖他在想什么呢 看来这个人他的日子过得不好 尤其是如果你还在生他的气 或者你认为他在生你的气 所以大家没有联络 他就过得很难过 他在想着他可以做些什么呢 他还能够付出奉献些什么 在这份感情中去把你要回来 把这个感情变得和谐和睦起来 他虽然嘴上不说的 但他的心里他骗不了他自己 他可能骗得了全世界 说你一点都不重要 但其实他的内心他最终最清楚了 他是需要你 他不能失去你 你是他的阳光 那个给他动力活下去的人 没有你的话 他的日子过得很无趣无聊 他已经意识到了你的重要性 所以他在想着如何去显化你们之间 即使可以跟你再次的破镜重圆 他每天都在做祈祷 对这个感情他还未死心 他还是充满期盼着奇迹给发生 他太过的把你放在心上了 这个感情他真的很重视 他对你志在必得的 这个人他现在度日如年 很伤心 每天都以泪洗脸的 没有你的日子 他就是过得不好 看资卡怎么说 你选到第一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资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他说对不起哦 第一句 第一句就是说对不起 他曾经批评你 他觉得你好像疏远他了 他为了你 他想要改变他自己 给他一点时间 去让自己变得更好 他面前有很多的选项 但他最珍惜的还是跟你之间有一个神圣的缘分 神圣的连结 连做白人梦都会梦想着跟你有一个生活 跟你有一个将来 他有想着要去跟你联络的 但是每当他要这么做的时候 他就会紧张 一直拖 他知道时间不停的在流逝的 一点一滴的在过 请你给他多一点时间 再等一下 他知道过去他不懂得珍惜你 想说对不起哦 开始跟最后都是在说对不起哦 希望你原谅他的 给选到第一组 以资卡来看的这个人 首先他想说对不起 就是他曾经的 就是批评你 不懂得照顾你的感受 令你难看难受 现在他知道了 他过去有多么的错 他不懂得珍惜你 加上呢 他可能就是有很多的选项 在他的面前吧 所以就忽略了你的需求 你的感受 他现在呢 知道了你的重要性 你们之间这个缘分呢 才是最珍贵的 但他觉得 会不会太晚了呢 你好像在疏远他了 给他一点时间哦 他要为你改变他自己 他要成为更满意的那个样子 才去跟你接触 跟你见面 跟你联络 他知道时间很宝贵 一点一滴都一直在过的 但请你再等多一下 因为他也需要勇气 他不是不想联络你 因为每当他想联络你 他就会这边紧张起来 然后呢 就暂时拖着 能拖就拖的那种 他还是对这个感情 有期望的 他希望有一天 能够跟你一起生活 他每天都在做梦 就希望你们的感情 真的有开发结果的一天哦 看这个神域牌卡 怎么说 给选到第一组 面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呢 抽三张一起来看 有什么建议呢 好了 这张牌卡就是 如果有人欺负你的话呢 你不要 推缩 要拿出你的勇气 拿出你那坚强的一面 去面对哦 不是叫你 就是他骂你 你骂回他 不是这个意思哦 就是可以 不一定要这种 这种 就是 破坏气氛的方法 去 去讨回公道的 你可以好好的去 处理哦 不是不理不理的 也不是去 用一样的方法 回报 就他吵 你也吵 这样子 解决不了问题嘛 所以可以 平静一点哦 冷静一下 再想 该如何去 应对哦 再看 还有什么呢 这是非常伟大的母爱哦 无条件的付出 在你 对他人好的时候 你对对方好的时候 你是开心的 确保你在这个过程中 是开心的 而不是一直会想 计较回报哦 这个 回不回报 不是你的事情 而是他的事情哦 在你付出 你自己快乐 就足够了 至于 他是否 愿意 或者是会 感谢你的付出呢 这个是他的事情 你控制不了 再看还有什么呢 可以偶而呢 让自己有一个 独处的空间哦 这个人人都需要 不管你内向 还是外向 你都需要一些 独处时间哦 去 呈淀一切 最后我们抽一张 这个签文看 给选到第一组 面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 帮你参考呢 抽一张 看一下 整体的建议 好了 二十五 此前有得 欲告人之意 凡事有机会 遇到贵人 帮助 与提拔 帮助你 凡事 跟上一层楼 步步高升 欲试 应保持 镇定 放宽 心胸 仔细思考 应对之道 对于帮助过你的人 要充满感激 铭记在心 就刚才说的嘛 就是要保持 沉静 宽容 宽容 心胸 仔细 思考 再应对哦 不要这么冲动 对方 破口大骂 你也破口大骂 回去 解决不了问题哦 好啦 这就是给选到 第一组的 白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于呢 祝你对方 就是真爱 还有就是 接下来会有很多 值得庆祝的好事 可以发生 谢谢收看 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点赞 订阅 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hello 给选到第二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家赵王的主题是 他在想什么呢 抽生意排卡一起来看 你要问的这个 他到底在想什么 抽一张主题排卡 给选到第二组的你 看一下 这个人他 现在到底在想些什么呢 后来 以主题排卡来看 他在想着 他的人生目标 人生意义 是什么呢 活着是为了什么 他要一个家 他要一个归属感 他要定下来 而你就是那个 给他指引的人哦 精神上的指引 他找到了 他的灵魂伴侣 他现在更清楚 他要的是什么了 自从你的出现 他更清晰的知道 他要的是什么 给选到第二组 他在想什么呢 这个人他很迷惘哦 他过去都一直在寻找 自己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自己活着是为了什么 他就算有一个家 但他觉得没有爱 就空空的 很空虚的感觉 他需要一个真正的家 而你的出现呢 那个满足他的灵魂哦 满足他那个心灵上的空虚 现在他更清楚的意识到了 他要有你才算是完整的 所以呢 他想努力一下 如何让你跟他可以定下来 可以真正的在一起呢 他要跟你一起生活 看塔罗怎么说 他在想什么呢 可以选到第二组一起来看 他哪里忘记跟你出世界面的那一个时刻 你给他好特殊的感觉 自从你的到来 你改变了他的人生 他觉得他的好运开始了 你就是给他福气 给他好运的人 他现在很想要 直接的告诉你哦 他不想再隐瞒你 他已经做了决定 他要追求你 他要跟你定下来 他知道除了你之外 没有其他人可以给他这种感觉了 你就是他的真爱 他好珍惜哦 他每一次跟你见面 都那么的难捨难离 不知道几时还可以跟你再见面呢 希望下一次的见面 不要再分开了 他要把他所有的情话说给你听 想把你迷倒 他真的很用心地 经营这份感情 稳如泰山之喜欢你哦 他只想要与你为个家 与你为个未来 对 他要的是一个家 要定下来 你选到地外主 他在想什么呢 以达罗派克来看 他永远都不会忘记 刚跟你起初见面的那个时刻哦 你给他一种好特别的感觉 对你特别有好感哦 就算你不是他 就算你不是最美最帅的 但你就是给他一种很特别的感觉 这应该就是灵魂之间的连结吧 自从你的出现 他的好运就降临了 你摇滚了他的世界 你帮助他找到了他人生的方向 他很期盼着跟你见面哦 希望下一次的见面不要再分开了 他要把所有的情话说给你听 想把你迷住 把你留在身边 他怕你不知道哦 他现在已经定下来 他心中认定的选择的就是你哦 除了你之外 没有其他人会给他这种冲动的 想定下来的这个冲动 你就是他一直寻寻觅觅的那个对的人 他真的很用心的经营着这一份感情哦 他在想着这个感情 他还可以做些什么 去更稳固起来 他想稳固 跟你稳固有一个属于你们的一个家 出来了很多的新币牌卡 这个人真的是 非常喜欢你哦 他想把所有的爱与浪漫 给你 跟你一起创造一个充满温馨感的 幸福感的一个家 看字卡怎么说 你选到第二主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字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他已经无法再隐瞒 对你的这个强烈的爱意了 你就是那个点亮他道路的人 把光亮照亮他黑暗的道路 你经常出现在他的脑海中 无论他做什么 他都会想起你 当你在身边 他就是情不自禁的 会心跳加速 控制不了的 他骗不了自己 他说亲爱的宝贝 一切都会好的 别担心 他知道他自己不够好 他给的不够 他能够给的 太有限了 而你是值得拥有更多的 他会努力 请你别封锁他了 让他来接近你好吗 他觉得你好像很遥远哦 他怎么努力 都好像打破不了 你们之间的那一道墙 就算你认为他把你忘了 其实他一直都忘不了你哦 给选到第二主义自卡来看 他说他已经就是无法盖住 他对你的这一份强烈的爱意 对你的这一份深情了 他想要你知道 你对他而言好重要 你就是那个照亮他黑暗世界的人 帮助他找到他的人生意义 你就是他活着的意义 他的出现 他的单身 就是要来爱你 你经常出现在他的脑海中哦 不管他做什么 他都会相信你 别看他表面上 好像把你忘了 但其实他一直都忘不了你 尤其是当你靠近他的时候 他骗不了他自己 他的心跳会加速 他对你还是很有感觉 就请你别封锁他好吗 让他来靠近你接近你吧 他觉得他好像一直在努力 都打破不了你们之间的那一道墙 到底你要他怎么做呢 他说宝贝亲爱的 没事的放心的跟他恋爱吧 一切都会好起来 他知道他可能会不上你 但他有在努力 终于一天他一定会做到 配得起你的那个样子哦 看这个神域牌卡 怎么说你选到第二组 对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呢 抽三张一起来看 有什么建议呢 这张牌卡就是别想的太多 就简单一点 像小孩的那样子哦 想事情不要太复杂的 可能对方真的是一番好意 接近你靠近你 只是纯粹的就是爱你 而不是有什么其他的意图哦 你不用想的太多的 防备心是要有的 但太过头的话呢 就你会失去很多 本来很好的姻缘哦 再看 就是 就是叫你勾引对方 就拿出你的真相的一面哦 就是这样子的你才是最有魅力的 拿出你比较正面的 爱笑的 开朗的一面 这样子的你 更加的有吸引力 再看还有什么呢 你可以出镜感情哦 跟对方多一点的去分享资讯 分享你的想法 你的感受 然后呢 尝试站在对方的角度哦 理解对方哦 这样子 更容易能够拉近你们之间的距离 最后我们看这一张签文 给选到第二组 面对这种情况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好了 三十二 之前有奉献当事人 凡事物太依赖 属于自己本身分内的事 就不应麻烦别人 尽量靠自己来解决问题 勇敢去面对 将会发现事情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 就劝你要独立一点哦 如果可以自己解决 就不要一直麻烦对方的 对方 大家活着都有自己的烦恼嘛 所以 当然要互相帮助的 但如果自己能够应付得来 就尽量 自己解决哦 好啦 这就是给选到第二组的白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于呢 祝你好运哦 一切如你所愿的 顺顺利利的 还有呢 与对方的感情变得更稳 顾起来感情越来越好 谢谢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点赞 订阅 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哈喽 给选到第三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下赞完的主题是 他在想什么呢 抽身预备卡一起来看 你要问的这个 他到底在想什么 抽一张主题牌卡 给选到第三组的你 一起来看 他这个人在想什么呢 好了 以主题牌卡来看 他现在好 清醒你们的感情 可以走到今天哦 比起过去 他对你的爱 还要更深了 更强了 他想打破 你们之间的那一道墙 希望自己能够对你有所帮助的 可以减轻你的痛苦 你的压力 想分担你的责任 这些都是发生内心的真话 他不想再骗你 他不想自欺欺人了 他想面对 诚实的面对 跟你这一份生情哦 给选到第三组 他在想什么呢 首先这个人 他是开心的 以主题牌卡来看 他很高兴 你们的感情 可以走到今天 他发现 他对你的爱 比起过去 还要更强了 也许当初 他没有想到 会爱上你 但今天 他把你看成 是他的真爱 他在想着 有什么办法去 拉近你们之间的距离呢 以目前来看 他觉得 你好像不是很信任他 你还是对他有防备心的 他就想要做一个 能够对你帮助的人哦 想要减轻你的压力与痛苦的 他要做一个 对你有用的人 他已经不想再自欺欺人了 他承认 他就是 心中是有你的 而且 他是真心的对你好 看塔罗怎么说 他在想什么呢 可以选到第三组 一起来看 这一个人 他在想什么 他在想着 为什么你对他 会有那么多的防备心呢 你在保护你自己 他有做错了什么 令你 就是不肯相信他吗 他好想要用他的 那个正能量 阳光的一面 去感动你 去 溶解你 对他的防备心 不知道 其实可以跟你 有更多能够 独处的空间 时间 好好地静下来 谈谈 他觉得你是一个 很抢手的存在 他一定要 更早地 去积极地 对你展开追求 不然你会被别人抢走 他有危机感 他想跟你一起计划未来 他要他的将来 都是跟你一起过的 真的他有危机感 他觉得 他现在的处境 好危险 如果失去你了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绝对不可以 让自己失去你 想跟你好好地谈 把心里的真话说出来 虽然可能你不太愿意听 但他觉得有必要 让你知道 他经过深思熟虑 他知道他自己 是不能没有你 他最近都有在学习 学习如何做一个 更称职的男友或女友 希望你可以相信 他是可以给你幸福的人 他不想再跟你分开了 再没有你的日子 他度日如年 他觉得 他的人生失去了意义 选到第三主义 塔罗派卡来看 他在想什么呢 这个人他在想着 为什么你会对他 有那么多的防备心呢 他做了什么 会令你觉得 他是不可靠不可信的呢 他想要用 他的阳光开朗的一面 去打动你 去溶解你 对他的 这个不信任感 他找不到机会 他一直在等待的机会 想要跟你 有更多独处的空间时间的 去让你更明白 他对你的心意 他觉得他自己 现在是很有危机感的 因为他已经把你看成 是他的全世界了 而你是那么的抢手 有很多的其他的对象 都对你有意思 如果他再不行动的话 他可能就即将失去你 他不想让这件事情发生 他想要跟你一起计划未来 他的未来要有你 才算是完整的 他想跟你好好地谈谈 想把真话说给你听 他不想再跟你 赌气斗气的 或者是跟你 说什么反话的 虽然可能你还会 做好准备 甚至你还会 做好准备去听 就是不愿意听他说的 但他觉得有必要去说了 他不想再多了 他经过生思疏力 他知道他自己 不能没有你 他最近都有在学习 学习如何去做 听你更满意的 更唱识的男友 或女友的那种存在 他不想跟你分开 就对了 只要能够把你留住 他怎么样都行 他发现没有你 他的日子是度了如年的 他不想过这种 没有意义的人生 看字卡怎么说 给宣刀第三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 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字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好想要跟你有更多 玩乐的 愉悦开心的时光 不想再吵吵闹闹的 他去哪里都会想起你 都想要跟你在一起 都想要见到你 他对你的爱是永恒的 就算是分开 那也只是暂时性 好怀念过去 你抱着他的感觉 把他紧紧握在手 抓着他的手的感觉 他需要你给他一点空间 时间 都别一直催他 逼他 至少保持友善哦 不想再跟你吵吵闹闹 他对你的情感太强了 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让你明白 他现在过得不是很好 他需要你的爱 他需要你的疗愈 他知道过去他不懂得欣赏你 你失去了 他才知道你的好 不知道 会太晚吗 可以选到第三组 一字卡来看 好想要跟你有更多快乐的时光哦 亲爱的 别再争吵了 我们别再赌气了 我们别再互相伤害了好吗 我们就保持友善的那个气氛呢 好好的对待彼此吧 他发现他很需要你 他去哪里都想见到你哦 好怀念过去你抱着他 在乎他 紧张他的那个感觉 亲爱的 如果现在跟你分开了 没关系 将来还会在一起的 因为他的心一直在你那里哦 他对你的爱是永恒的 别再催他了 给他一点时间吧 他会慢慢的去照亮你们的世界 然后 亲近你去 拉近你们之间的距离哦 他对你的情感实在太强了 你放心哦 他是非常深爱着你的 现在他过得不是很好哦 他需要你的爱 需要你带给他的疗愈 多一点的理解他 体谅他 他知道过去的 他不懂得珍惜你或欣赏你 现在他懂了 不知道会不会太晚呢 请你回到他的身边 看这个神域牌卡 怎么刷给选到第三组 面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呢 抽三张一起来看 可以尝试一下那些你不肯原谅的 或者是你不肯帮忙的人呢 看是否可以再尝试一下接受哦 或者接受 尝试一下看能够原谅吗 或者是看能够去帮助吗 或许过去你认为没救的人呢 还可以再尝试一下 可能真的有救呢 再看 然后这张牌卡就是 你身边是否有吸血鬼呢 是不是跟他相处了之后 你会有很多的负能量呢 意识一下这一点哦 所以才是那个 会令你很 很多负能量的人 如果可以分开一下是比较好的哦 给彼此空间 再看 在你做判断判决的时候呢 不是只是单单看 这个硬邦邦的这个 什么黑白分明的那种样子 而也是要用你的心 拿出你的慈悲心哦 更公平公正的对待事情呢 就不是只是看黑字白字的 也不是只是看逻辑的 也要拿你的心去判断哦 最后我们看这个签文怎么说 也选到第三组抽一张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好了 八十七 时间有柳暗花明之意 勉励当事人 凡事 勿轻言放弃 人在 遭逢困境时 常不自觉 有负面想法 提不起劲 与其消极上智 不如换个心情 换个角度想 保持心 保持好心情 事情 必有转机哦 所以这张牌卡 有柳暗花明之意哦 别只看表面 也许真的是 会好起来的 一切都没有绝对的哦 会好起来的哦 好了 这就是给选到 第三组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语呢 祝你好运哦 一切顺利的发展的 如你所愿的 进展的 保持好的心情 过每一天 谢谢收看 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按赞,点赞,订阅,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